我覺得鳳梨在我心中 就是真的是小弟中的小弟 但他每天在那邊吹捧什麼 他什麼鳳梨數數19.5 我就不屑一顧 我就轉頭去看我們家翔翔 19.5公分不含頭 從頭到尾都是他自己說的 我們家翔翔都沒有出來說 自己19.5不含頭了 為什麼因為真正的強者 就不用自己出來講 真正的強者就是用過 都說好 昨天八九之夜真的太精彩了 非常的想要跟大家聊八家獎耶 OMG 我覺得鳳梨在我心中 就是真的是小弟中的小弟 網紅成衣戰勵直點滿 這回刻的不是三斤雞排 而是三斤鳳梨 新戰線被挑中的對手是鳳梨數數 29.5成衣碰文透露 很多人問他對鳳梨的看法 他表示並不是不能給更生人機會 重點是有沒有改過自新 什麼啦 就更生人 哈 抵達戰場的鳳梨留言 你不懂事情前後 不必要為了流量在那裡有的沒的 我不是公眾人物 不需要讓你講一堆 網紅是不是公眾人物 網紅當然是公眾人物 公眾人物可受公平 公眾人物今天你賺取公眾財 但是你卻當要承擔任何責任的時候 你出來說我不是公眾人物 我只是一個生意人 只是一個商人 你是不是敢做不敢當啊 我看不起八九就是這一點 敢做不敢當 我明明就是在他質疑他說他詐騙阿嬤四十七萬 所以到底還阿嬤沒在 就是說他在被警察抓 然後已經被警察官起訴的時候 他在法庭上他的抗辯是說他被警察不當訓問 所以他抗辯說沒有證據能力 結果後來調出那個警察在做筆錄的畫面的時候發現 彈笑風聲阿 畫面非常的和諧非常的美好啊 那所以鳳梨跟警察道歉了嗎 這是我兩個問題 我真的非常的榮幸能夠得到五簡座 親自立臨指導 他就說 乖一點 你是社會上有讀書的人 做好你該做的事 不要像文貌這樣跟風 我公司在嘉義隨便谷歌都有 有空來泡茶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如何第一次 浪子回頭金盆洗手就上手 就是做工 他捐錢就像是買贖罪券一樣 他跟你說他現在有捐錢 這些人就會覺得 他就是愛台灣阿 愛台灣你 你敢嘴你敢嘴 台灣價值你敢嘴 但是他究竟捐了多少錢 他捐到哪裡 永遠不清不楚 他每次在那邊吹捧什麼 他什麼鳳梨數數19.5 我就不屑一顧 我就轉頭去看我們家想像 19.5公分不含頭 從頭到尾都是他自己說的 我們家想像 都沒有出來說自己19.5不含頭了 為什麼因為真正的強者 是不用自己出來講的 真正的強者就是用過都說好 你看一下旗下唯一女藝人 騎這麼久 表示一定是用過就說好啊 想像就是一枝獨秀 我們家想像就是棒 想像 我願意當你一輩子不祥的女人 今天羅志祥都沒有出來說 我在撐你們沒有資格 鳳梨數尊還私訊我 然後還說 三金儀下次強一點不要小弄弄 枉費我覺得你很厲害 所以到底什麼小弄弄 到底是要跟我調情呢 還是說三金儀下次強一點 不要只有小弄弄 請你大弄弄 那我要努力大弄弄 我現在不就在大弄弄你了嗎 外表這個東西要攻擊我真的也沒有意義 因為我的漂亮是擺在那邊 事實就是擺在那邊 八九真的很弱耶 八九真的要加油啦 我每次看到你們在罵我的點 我都覺得說 你要罵我 你要酸我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好笑 那你知道好笑的前提是什麼嗎 要讀書 因為你不讀書你講什麼都不好笑 你不讀書整天只會講性器官 只會講XX 人生哪裡好笑 屬屬五年前在說話就是這樣啊 屬屬本來就是這樣子啦 但是人家說的也是對的啦 你敢聽我的意思 Lirifor你是八九或是三金 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差別 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不懂你的蠢 如果你真的要約我泡茶的話 我們要聊寫什麼 你哪有應歡迎來泡茶 我猜不就是小龍 你看超音樂